县府与南投市公署合作 举办2024下午冰果市 在绿意盎然的中心新村植物园 欢乐登场 透过树荫下说故事 充气滑水道 以及充满在地特色的 香蕉牛奶等冰田品市集 结合连串的音乐县场演奏 打造悠闲浪漫又欢乐的 轻声氛围 县长学书华竹摊品尝鼓励 还意外发现小时候的最爱 冷冻带冰 并与大小朋友欢乐现场体验 石虎香蕉牛奶DIY的乐趣 学习长指出 下午冰果市活动 就是江南投在地的甜点冰品 凸显特色推荐给各地游客 透过结合友善石虎农园 生产的香蕉 以及在地落农的新鲜牛奶 推广食农教育 鼓励孩子从爱吃在地食材开始 重新发掘进而爱上在地之美 夏天的时候 孩子最喜欢吃冰了 在南投市以及中心新村还有草屯 其实有很多的冰品跟甜点呢 也一直是很多朋友喜爱的 那透过这些非常友善的一个种植 跟这些健康的食物呢 那希望呢让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自己来做DIY 让这个下午的时间呢 可以说很轻松 同时呢也认识我们自己在地的食材 透过食人教育的推广呢 希望能够达到呢自己认识自己在地的各种不同的一个教材之外呢 也能够呢让我们各种的活动更加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更能够来推动我们各地方的产业 议员简千祥 明如阳以及南投市都为里长代表都热情参与 现场除了安排丰富多样的趣味互动游戏 还加入小丑气球秀以及水枪战 带给大家一个难忘又愉快的夏日午后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那个中兴村的植物园非常非常的热闹 其实我觉得我们南投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地方都可以适合来办这样的亲持的活动 我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也办了两场音乐四集的活动也都相当多的人来参与 那我也期待说未来公所也好我们县福也好 我们都能够尽量的来办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在家长能够在礼拜六礼拜天小朋友的地方可以放电 然后有地方可以去 南投市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亲子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出来放电之外 也能够好好的来认识南投的这块土地 特别是在我们的中兴新村非常非常的适合孩子们出来游玩 那也希望说大家透过这样的活动 除了可以跟孩子们更加贴近之外 也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南投在地有很多的老店 希望说大家一起出来参加我们南投的活动 带着孩子在六日一起出来热闹 从回忽異看到的 对对对 然后我是觉得还蛮多冰品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 所以我不知道之前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蛮多摊贩的 对啊 对对对 感觉 那很不一样吗 就是感觉民众 就是服务人员比较热情 对对对 然后就是很有那种在地的那种情绪感 对对对对 许县长说 县府不论大型茶博或是其他各种活动 对每个乡村施工所 有心愿意推动的项目都非常乐意合作 像南投市工所最近才刚办完艺面节 还有今天的下午冰果市 以及先前的星光记等等 都希望把南投市 以及各乡村的特色景点 让更多民众能够认识与喜爱 记者叶静远 中心新春采访报道